小兔说电影,只为精品好电影 大家好,我是沈小兔 今天和大家说一个发生在美丽的阿尔卑斯山里的故事 小海地很小就失去了父母 无依无靠,孤苦伶仃 索性得到了姨妈的收留 然而,这照顾却不能持久 没办法,姨妈就得把她送到一直住在山里的祖父那里 这个被村子人认为固执又奇怪的老头 尽管海地是自己唯一的亲人 老头子依旧很抗拒 并大声或是姨妈带着海地一起滚开 姨妈没办法,只得丢下海地,自己走掉了 小海地迷茫地看着姨妈的背影 但还好,她身心乐观 还是鼓起勇气敲开了爷爷的房门 爷爷对姨妈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很生气 但依旧不打算长期收养海地 尽管海地一直带着明亮的笑容 看着她,她还是烦躁地关上了房门 没有办法,小海地只能和羊群睡在羊屋里 第二天,一大早 爷爷来到羊屋挤奶 发现了在这里过夜的海地 毕竟是自己的亲孙女 她还是给海地喝了整整一满羊奶冲击 并且心软地同意了让海地在自己的房间里睡觉 海地进屋发现 这屋子所有的东西都只有一套 可见爷爷以前都是一个人生活的 小海地发现了铺了甘草的阁楼,如获至宝 开心地跟爷爷说,以后我就睡在这里了 就这样,小海地开始了她在山里的快乐生活 并且认识了憨憨的牧羊小男孩Peter 爷爷让Peter带着海地一同上上牧羊 并跟海地准备了充足的食物 在美丽的阿尔贝斯山上,广阔的草原,羊群,雄鹰 小海地觉得自己简直太幸福了 她在草地上快乐地奔跑,无忧无虑的 两个小孩在一起的时候 Peter对海地说 爷爷以前是个杀人犯,大家都不敢靠近他 海地听了半信半疑的 回到木屋后,海地又想起了Peter说的话 看着眼前这个大家都害怕的老头子,海地小心翼翼地跟爷爷说 我今晚还是回羊圈睡吧 爷爷显然知道他在大家口中是个什么形象 对海地说 不要相信别人说的,要相信你自己看到的 海地这才放下了心,和爷爷说了晚安 第二天,爷爷趁着海地去牧羊的空档 亲手为海地多做了一套桌椅 而这边,海地以为明天就是自己 被爷爷送走的日子 在和Peter玩耍了之后 他决定和Peter告别 而已经和海地有了身后有一个Peter 立刻很生气地说 天哪,我又要一个人和这群蠢羊带在一起了 起身离去 小海地心里很难过 但是对于大人做的决定 他也不知道要怎么去改变 回到木屋后 突然发现一把崭新的椅子 爷爷告诉他 这是给你做的 他说,我明天不是要被爷爷送走了吗 爷爷还是装着衣服看似冷漠的样子说 明天你还要去山上啊 小海地一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海地被卖到一家贵族 这家的小姐克劳拉因为幼年丧母 一病不起 导致双腿残疾无法行走 常年被困在这个大房子里 与家庭教师和管家们一起生活 父亲为了让女儿不过于孤单 于是想到了给女儿找个玩伴的主意 见到海地 女教师并不太满意 她觉得海地过于粗野 没有教养 甚至不会阅读 连海地说的每句话 女教师都要纠正她的发音 但是富家小姐显然不这么觉得 她被海地身上那天真的 自由自在的性格吸引着 两个小孩一见如故 海地一直以为 过阵子自己就会和爷爷团聚了 在她的梦里 无数次地出现了阿尔贝斯山 草原 湖泊和雄鹰 她以为 只要能从这座大房子里看到山 那就是爷爷住的地方 在这座房子里 海地被穿上城里人的衣服 被教导着如何体面地吃东西 被教导着如何做一个听话的玩伴 当家庭教师发现 她甚至不认识字母的时候 都有些崩溃 但是因为小姐喜欢海地 主人为了让女儿开心 还是要求她开始教海地读书写字 管家告诉小海地 可能城里那座最高的塔上面 可以看到山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Thank you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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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海地对医生说 我梦到了爷爷 我的心口好痛啊 医生瞬间明白了海地梦游的原因 于是 他和男主人建议让海地回家 不然这个孩子会留下病根的 虽然十分不急 但为了小海地 主人最终还是同意了 可是克劳拉接受不了这个现实 回到环境里再也不愿见到海地 海地走了 并将爷爷给自己的木雕留给了克劳拉 回到山里的海地 脱下了皮鞋 脱掉了外套 终于再次做回了自己 他把主人给的软面包和香肠 给到奶奶和皮特 随后奔跑着奔向了爷爷 爷孙良再次团聚了 日子又回到了从前 海地和皮特无忧无虑地 在阿尔贝斯山里奔跑着 玩耍着 海地的脸上又露出了 久违的淫昧的笑容 可是海地心里还是放不下克劳拉 他不断地给克劳拉写信 并邀请他来自己的家乡看一看 他告诉克劳拉 爷爷让他上学了 可是当他跟大家说 他的理想是写故事 大家却都笑话他 他很想他 收到信的克劳拉在祖母的鼓励下 终于出现在了阿尔贝斯山 出现在了海地面前 祖母把克劳拉放在山里 和海地一起疗养 两个人的重逢 让人看了真是心生欢喜 自从克劳拉来到阿尔贝斯山 两个人就形影不离 小皮特看到后 觉得克劳拉巧了自己最好的朋友 心里有点嫉妒 于是有一天就顽皮地 把克劳拉的轮椅推到了山下 修都修不好 大家知道后 也没有责怪皮特的意思 在爷爷的帮助下 克劳拉和海地 在山里找了一块地方牧羊 爷爷自己下山去给克劳拉买轮椅 皮特不好意思去见大家 就躲在一块石头后面 坐在山脉的克劳拉 看着眼前正宛如仙境的景色 心情真是太好了 这时一只蝴蝶落在了他的脚上 他伸手去抓 蝴蝶跑了 于是他本能地起身去追 是的 他竟然奇迹般地站了起来 做了这么多年的轮椅 他第一次站了起来 三个小伙伴开心地拥抱在了一起 没过多久 克劳拉的祖母和爸爸来接他回家 当他看到这山里的环境这么恶劣时 还责怪母亲 怎么能把生命的孩子送到这里来 可是当克劳拉走出来的时候 他也惊呆了 女儿竟然重新站起来了 所有人都惊喜不已 爸爸更只感动得忍不住泪流满面 祖母的到来 为小海迪带来了一本礼物 一本日记本 祖母说 你要自己填满这本日记本 不要在意别人怎么说 因为他们知道的太少了 而你见过这个世界 克劳拉一家走后 日子又回到了以前 小海迪快乐地奔跑在壮美的阿尔卑斯山间 无忧无虑 她是大山的孩子 也只属于大山 故事叙事非常简单 但是最简单的也是最难忘的 影片基调 简单 纯粹 如同阿尔卑斯山下的重力风光一样 自然没有杂志 海迪与爷爷是一部十分舒心的小重家作 它就像浩瀚银海中 沙滩旁遗落的贝壳 纯派而美丽 好了 这部影片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前面 二 Cartag pest 二华 两 Pa 二加 贝壥